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和下午分别各杀了一波 从分时上是这样的 那么也恰好 本周今天是周三 前面有两个交易制 回顾今天这两波下杀 正好跟前面周一周二 每天节目我在开场所讲到的内容 其实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 比如上午这一波杀跌 大家回想一下 昨天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聊了什么 杀的是什么 杀的就是一些以机构为主导赛道的相关的品种 昨天我们跟大家交流的是什么 昨天我们恰恰是在市场 来到这么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提醒大家 机构赛道这一块 我们后面要观察 他是不是要犯一个老毛病 打引号的毛病 就是由于这个结算的机制 包括我们相关的基因经理 他的风格的原因 很多时候 机构赛道的品种 会在下跌趋势的末端的时候 或者后半端的时候 被机构资金再反杂一下 反踢一下 有一个趋势加强的这么一个态势 这是历史上由来已久的 我们说要观察 今天似乎上午就出现了一点这样的迹象 那么下午这一波杀 我们回想一下 在周一的节目开场的时候 我们聊到了什么 聊到给大家八个字的提醒 第一前面四个字 跟下午的杀跌关系就比较大 叫什么 叫守住边界 后面四个字叫一事一意 这个咱们不提 守住边界当时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在周一的时候 已经觉得除了300票 好像其他票都没法玩了 还真想过去 但是你自己是什么派别的 适合做什么要想清楚 那么今天市场下午的这么一个杀跌 应该给我们了一个 很好的警醒和教育 那么关于下午这波杀跌 我不想再多说了 因为这些300的股票 很难去给它定价 你说今天跌倒霉到位 判断不了 跌回去有的也正常 但是对于上午杀跌的 这些机构赛道评论 我必须再多说一句 就是这样的一个 如果机构形成了这么一个 在末端反杀的这么一个情况 延续下去的话 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 是什么 大家知道这波杀叫什么 叫杀估值 估值这个东西 它难就难在 你很难预测 到底到哪一个估值分位 市场能获得平衡 这得市场自己来找到 它不像定价 这个给α这一块 风格去定价 那么从这个盈利测算等等的角度 可以去有一个定价 但是给这个估值去定价 这个很难去预测 所以说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 你能承受多少的跌幅 另外你选的这个品种 是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和相关的赔率 这个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好 那么开场我们就说这么多 对于市场具体的判断 好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 那收外围市场的影响呢 今天早盘A股各大指数 低开低走之后震荡向下 那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虽然金融权重 一度带领指数回升 但是跟随者并不是很多 除了燃料电池军工和数字货币等题材 稍微强势之外 其他板块基本都是下跌 午后钢铁股集体拉升 临近尾盘的时候尖锐沃能跳水 引发创业版低位股集体杀跌 那么创业版注册之以来呢 首支20%跌停股诞生 安控科技封在跌停板上 截止收盘跌幅超10%的个股有120多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点位报收情况 截止收盘 上证指数下跌了1.86% 深层指下跌了3.25% 中小板指也是收跌 跌幅有3.23% 创业板指今天跌幅最深了 有4.8%的跌幅 科创50今天同样收跌 有3.46%的跌幅 恒生指数是下跌了0.63% 另外北向资金方面呢 今天是全天合计净流出37.58亿元 再来看一下涨跌价数吧 今天上涨价数比较少啊 只有687家 下跌价数是3192家 其中跌停25家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 整体的市场氛围还是比较低迷的 该怎么去分析呢 大卫 好 叶盘先来说 今天这个下跌啊 大家普遍会把锅甩到这个 隔夜的外卫市场的表现 美股又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么一个下跌 那么你是怎么来看的 主要原因是这个外卫美股市场的影响吗 美股市场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说对今天开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开完盘之后怎么走 完全就是我们A股自己的资金和自己的市场力量来主导的 那我觉得今天这样一个下跌呢 主要还是因为近期整体的一个交易环节 过于拥挤所导致的 那我们看到前两个交易日 是在杀机构抱团的一些高位的品种 那么今天下午杀的是那个创业版 所谓的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抱团的品种 那么总体来看呢 就是前期涨幅相对比较大的这些品种 不管是主板也好还是创业版也好 都出现了一个筹码大幅松动 从高位开始有资金出逃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我觉得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市场自己的原因 那因为总体来看呢 还是物极必反 因为你看到创业版那么多的低价股 不管基本面好还是不好 公司经营的怎么样 只要是低价股我就涨 那么这种脉冲式的上涨呢 我觉得必然是很难以去持续的 所以你认为今天市场下跌 很大一步原因是我们A股 自身内部结构的问题所导致的 好那我们既然说的这些300的相关品种 我们就来说一说 今天虽然说截至收盘来看的话呢 300的相关的这些炒腰的品种 有跌停的一个啊 20%跌停的 大跌的也不少啊 几十上百只 这个10%以上下跌的300的个股 但是他们就这样直接结束了吗 真是不好判断 在结合这个昨天收盘之后 交易所这个我们看到公布了三只典型的 300炒作的个股被停牌掉了 那么你怎么来看待他们未来的这么一个走向 好 我觉得创业版低价股整体性的这个行情呢 大概率是告一段落了 因为从目前整体的市场的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整个低价股板块 起涨起跌的这样一个行情呢 我觉得还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尤其呢是昨天 我们看到被停牌的三只标的 那么在副牌之后呢 我觉得大概率也会出现比较大幅的调整啊 那么对整体市场的人气 或者说信心 我觉得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停牌的时候呢 监管部门呢 是特地提到了一个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名字 叫做新型的股价操纵的 这样一个手法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监管部门 对于这批低价股 创业版低价股的一个整体的炒作呢 我觉得应该说态度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 那我觉得后续呢 应该说这种炒作的这种势头 或者说热度呢 我觉得还是会有所下降 当然也不能排除说有个别的品种 它可能还会涨 但是整体来看 我觉得这波创业版的这个行情呢 应该是告一段落 好 这是亦凡的判断 当然有些朋友会说 那你看今天这个300里边跌停那一只 它有什么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特点 它其实并不是很明星的 这里面相关的品种里面 它不算很突出的 它恰恰其实长得并不是特别多 也就是所谓的 如果您是博弈派的 经常炒这个题材的 这种风格的 你很明白能看着 这属于后排起来的东西 前排的像这个天海防务 我记得今天盘中震荡很大 但是最后呢 人家跌幅倒还不再前列 对不对 有些朋友说了 这就意味着 资金仍然没有放弃 也有道理 刚才亦凡说了他的这么一观点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说我的看法 我不判断到底节目结束 这是博弈行为 交给市场 但是至少感觉交易所好像 从第一步停天生物 到这次停三家 感觉它应该是有一定的准备和计划的 所以即使下一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可能我们也看到它更进一步的应对 所以说往远看 结果可能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看戏吧 这个我们不多说 一般你擅长的地方在于 对于宏观经济数据的解读 今天正好出了一个CPI PPI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 市场面临的情况怎么样 好 那么最近可能就是经济数据会密集的出炉 那么今天是出了一个CPI 从CPI的情况来看 是比上个月的增送 是下降了0.3个百分点 这个也是符合预期的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食品的这个价格 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 我们看一下细分项 食品烟酒单项的这个增速 还是在8.8% 但是这个环比 我们要看环比 应该说这个增速 是出现了很大的下降 这边没溺出来 那么环比是只增长了1.4% 上个月的时候还是在2.5% 那么总体来看 还是因为那个猪肉价格 是进入了一个下跌的通道 那么猪肉的价格 从进入了那个8月份之后 就连续的这样一个小幅的下跌 那么目前整体上的判断 到今年底之前 猪肉可能整体的价格走势 还是一个缓慢下行的一个通道里面 那么尤其是到了明年上半年 这个新猪 生猪出栏大幅增加之后 那预计整体的一个猪肉价格 会下降到一个相对比较 常态的一个水平 今年四季度预判CPI大概能够回到2%以内 又重回2%以内 那么这样一来 其实对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的打开 也是一个蛮好的消息 因为之前可能因为CPI走得比较高 可能货币政策相对是比较谨慎 已经连续一个月 我们看到没有特别大的动作了 那么我觉得可能到四季度 可能这个空间又会慢慢地出来 PPI上有什么亮点吗 PPI的话我觉得总体来看还是符合预期的 那么还是在降幅不断地收窄 但是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 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 那么主要是原油的涨幅是明显的收窄 但是上个月黑色系表现 表现的还是比较突出的 那么贡献了绝大部分的涨幅 所以最近盘面我们也看到 其实黑色系相关的板块和品种 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像钢铁 煤炭 其实表现都挺好的 那么所以从PPI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下半年工业品这一块 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肯定会比上半年要来得更大一些 而且由于绝对的位置 还是属于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那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一些 总体汇聚这个数据 包括刚才你对于爬面结构的判断 你对于市场指数这一块 给一个结论吧 那指数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看那个户指上阵主板指数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下行的空间是非常有限 因为整体经济复苏的态势表现的还是非常好的 那下方我觉得三千两百点左右支撑是比较强的 但上方三千五附近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 16年到18年密集套牢区就在这个位置 那么再加上海外市场的一些噪音 那我觉得三千五百点阻力也是比较大 但更多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阻力 那么9月份 我觉得总体还是在三千二到三千五一带正当 那么目前这个位置三千两百五附近 其实我觉得再进一步的恐慌也没有必要 有可能短期我们就可以看到 市场会有一个指稳的过程 这个观点我们连线嘉宾来自身外的李洋 是否同意我们来听一下啊 李洋你好 好的主持人 在近期节目当中呢 我曾经在大盘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 首先我认为上轮指数三千四百五十点 两次预阻回落 形成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相提顶部的特征 市场将重新返回相提形 而且认为大金融带动户子上的三千四 并不具备向上突破的条件 不会直接加速 极有可能会无共而返 所以在操作上面这一段时间 要大家远离操张股 远离累积升幅较大的品种 宁可错过 不要做错 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 我还明确提出啊 要大家关注创业板中 中低价品种的补涨的机会 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最近几天市场的调整的幅度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今天两地市场出现同步的大跌 那么今天的盘面有 两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 第一个呢 就是盘中杀出了恐慌盘 今天早盘十点半钟前后 这一轮恐慌性的抛售 以及下午收盘前的这样一个下杀 应该说市场杀出了一定的恐慌性的情绪 第二个呢 就是两地市场都是同步出现放量下跌 跌出了量的 那么这个放量一方面表明有人杀 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也表明有人开始逐步的承接 所以说对于后世的判断来看的话 我觉得目前的市场经过一轮调整之后 继续往下的话 越往下市场的抵抗市场的承接力就会越强 而且箱体运行的箱体底部 下沿的支撑就犹如弹簧一样 越往下压 它的支撑和反抗就会越强烈 所以从总理上来看的话 经过这一轮调整之后 我觉得市场来看的话 投资者也不必过于的恐慌 可以市场适当地关注一下 在调整过程中保持良好抗接性的这样一些品种 但是一定要继续地远离规避操张股 规避一些头部 或者是累积生活加大的品种 好的 主持人 好 观点指数上类似 但是机会让李洋人认为是结构性的 那我们来看看亦凡到底看好哪类结构性机会 进入苗栋收盘 学超股上九方之头 欢迎来到有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 接下来一起进入苗栋收盘 那今天股指是再度下杀 那么在大多数板块都没有能幸免的市场当中 却有这样几个板块表现出极强的抗电性 像钢铁板块今天是逆势大涨2.24% 行业个股当中的重庆钢铁九钢红星涨停 有七成的个股轰盘 煤炭采选方面 今天是一度最高涨幅达到1.34% 尾盘虽然随着市场下杀有所回落 但是板块的抗跌性依然非常明显 个股郑州煤电涨幅9.95% 云煤能源也有3.55%的涨幅 此外 金鱼集团和正元股份 还有金钢玻璃等部分的建材个股 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 今天逆势表现的行业和个股当中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顺周期概念 大卫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价格都比较低 尤其那几个钢铁股价格特低 煤炭其实也是 很多朋友说这个其实不用看它的行业 它其实就是从创业版当中 低价低市值个股炒作传染过来 不是比较传染 传导过来的这么一个风格传导 那一凡你是这么看吗 因为刚才你提到PPI的时候 似乎也引导像黑色系的一些品种 对 我觉得可能今天钢铁板块 可能是受到了这样一个影响 低价股这样一个情绪蔓延的影响 确实有很多一两块钱的钢铁股 基本上都是大幅上涨收爆的 但是煤炭这个板块 我觉得可能这个逻辑跟钢铁 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最近整体这个煤炭行业的表现 应该说我觉得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 有数据吗 有 来看看 煤炭行业其实说出来的 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相信 那么从最新一周的这个情况来看 煤炭我们沿海八省的整体的一个消费量 和去年同期相比已经是恢复到了95%左右 那么总体的那个供应量 供煤量可能是只有往年的90%不到 89%只有 那么所以从这个数据看 就消费量是在95% 但是那个供货量只有90%不到 那么就说明近期这个煤炭整个市场 是出现了一个有点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说你把那个动力煤价格打开来看一下它的K线图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最近整体的一个动力煤的价格是非常的强势 一直是保持在一个上涨通道里面 并且往后看的话 其实煤炭行业在四季度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催化剂 就是因为四季度现在判断下来 进口煤的这个量很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主要是跟海外的整体的一个产能的消减 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关系 那么所以到了四季度 尤其是一个供热旺季如果说进口煤 如果说这个量也整体下来的话 那么我觉得煤价在后面几个月里面 一直到年底 我觉得可能都是会保持比较强 那么加上整个煤炭板块 整体的股价是处于绝对的低位 那么我们看到像那个神华 它的那个港股也在进行一个回购 所以对整个板块来讲 我觉得后面催化剂是比较多 但是市场关注度比较低 这个机会我觉得可能就会慢慢出来 这个煤炭品种当中是否有差异化 因为我们知道在煤炭期货上 其实有不同的品种 不一样的品种 这个煤炭的产品其实也各有不同 有做这个胶煤的 是吧 有做这个动力煤的等等 都不太一样 那你重点看好的是哪一块的品种呢 好的 最近的话我是相对比较看好动力煤的品种 因为焦煤那块主要是用于那个炼钢的 用在那个高炉炼钢上面 但是那个钢铁呢 我看了一下 虽然说它最近股价表现也不错 但是呢最近整体的钢铁的一个产量和那个库存的指标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的嘛 比如说上周我们看到那个库存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的 那么就说明可能下游的这个需求呢 就是没有此前一两个月来的那么的旺盛 但是呢 它的股价上涨可能是跟那个 它价格绝对价格比较低有关系 但是真正 我觉得在基本面上 我觉得未来比较好的 倒是这个煤炭 我觉得是比较好 跟动力煤的这么一个产品相关的公司 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油 其实这两天跌的 也不比这个外围股市要少 对不对 这个原油我们常常说它叫周期之母 对 它往下跌的话 同属周期 尤其又是资源类品种的 煤炭 它会不会受富翔影响呢 好 那么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油价如果说出现下跌的话 那么对全球的资源品的价格 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去深究 这个原油下跌的原因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全球市场 对于美联储整体的一个 货币政策的走向 有点担心 我觉得可能是有关系 因为此前呢 我们也看到美联储的主席呢 也是表达出了这样一种 未来的意愿 就是说可能原来 美联储它关注的一个核心通胀的指标 它是只看一年的 比如说我看今年 我的通胀的目标是1%或者2% 但是呢 未来可能是摆到一个比较长期的平均值 比如说未来三年或者五年 每年1%到2 那么所以呢 市场就担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会不会出现一个转向 哦 是这么一个 对 是吧 所以你认为不一定会有太强的幅度和延续性 那这样的话 一凡还是很坚定的看好 没太满块后市的机会的 听起来也是一个中期的这么一个计划 中短期的一个计划 应该到四季度都可以看一个 好 这个板块我们放在这 后续等待市场的印证 好 感谢亦凡的精彩分享 我们下面呢 要进入言报优选了 想要和苏兆博交流的朋友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有请 每天五分钟 看言报优选 学机构思维 大家好 我是苏兆博 那随着中报业绩披露的完成 机构的动向也已经浮出水面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近一个月 机构密集调研数超过50的上市公司 是达到了120家 调研次数超过100次的上市公司 是达到了52家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数据 拿给大家看呢 其实就想告诉我们各位投资者 一家上市公司被调研的次数越多 就证明这家公司机构 对它是非常感兴趣的 同时呢 这家公司的质地也就越好 而这些机构扎堆调研的公司 也给了我们一份非常难得的股票池 那么机构扎堆调研的上市公司 到底它表现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戈尔股份和力讯精密 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案例 戈尔股份在2020年4月30号 当时在震荡调整的过程中 有235家机构是逆势调研 随后呢 我们看到股价是走出了一波波澜壮阔的上涨行情 区间涨幅也是达到了130% 然后另外一支力讯精密 同样 在市场震荡调整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 有121家机构选择了逆势调研 随后股价呢 也是出现了近翻倍的涨幅 那么所以说 在近期啊 我们认为在市场调整的过程中 那些被机构资金 以及机构密集调研且加仓的品种 往往在后市 也能够给到我们非常可观的收益 那好 我们再来看一支案例标的 那么这家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模拟芯片设计企业 受益于国产替代的成长空间广阔 而近一个月以来 我们发现 竟然有150家机构选择了密集调研 多家券商也是给予了买入的评级 从技术层面 我们看到 在突破了前高技术压力之后 充分的调整 目前股价再次回到了技术支撑附近 那么随着市场热点的切换 以及近期北向资金的大幅流入 我们认为在此处 股价也将展开一个止跌其稳向上反弹 好的 那么这支案例标的 在我们今天的机构扎堆调研潜力爆发股名单中 是有非常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机构扎堆调研潜力爆发股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我们是通过了初选优选精选的三个维度 选择了超过百家机构近期密集调研的上市公司12家 其次选择了基本面优良且中报业绩大幅增长的6家 最后结合资金层面 选择有外资以及国内机构逆势加仓买入的三家 而这三家标的在我们今天的机构扎堆调研潜力爆发名单中 是有非常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机构扎堆调研潜力爆发股名单 好 我们再来看一组消息 就是在昨天 北京发布了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也指出在2025年前 北京你培育出5到10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的龙头公司 力争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 氢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累计产值也要突破240亿元 好 那受此消息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今天盘面中 氢燃料板块是逆势走强 也是突破了历史的阶段新高 而且龙头标的半个月的涨幅 也实现了225%的上涨空间 那我们认为在龙头板块打出市场空间的同时 后排的标的同样具备着补涨的潜力 我们来看一只案例 公司成立了氢能源子公司 进军燃料电池材料领域 在技术层面我们看到近期有明显的底部放量 而且在近期也是突破了前高技术压力之后 有望开启它的主身行情 好的 那么这只案例标的在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 轻能源潜力龙头股精选名单中是有非常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轻能源潜力龙头股精选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首先我们选择了轻能源细分行业龙头12只 其次选择了技术层面保持着强势放量有望加速的6只 最后结合资金层面由主力资金大幅加仓买入的3只 而这3只标的在我们今天的轻能源潜力龙头股精选名单中 是有非常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 好我们来到短线封口 今天我们让人请到王剑王老师 做出现场跟大家进行交流 王老师你好 大家你好 今天还得问您这个问题 这超跌反弹 我们本来大家会觉得 昨天收盘就觉得应该是快了 但是今天这一跌之后 反而大家觉得这是不是来不了了 因为信心被跌没了 这个均线一下子上周六天线就给穿过去了 您怎么看这个超跌反弹 市场不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正面喜好吗 咱们来看一看 大家不要只关注于黑线图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你别忘了下面还有成交量 我一直去讲 对于我们去看航行软件的话 量价量价通等重要 各占50% 刚才大卫老师其实也说了 他确实是今天击穿了60天均线 但是你去看 朋友们 他在之前横房也好 回落也好 他的量一直是没有放的 我这个50天成量均线你去看 就在今天击穿这个均线的时候 他的量是有明显放大 比昨天大很多了 对吧 那这就说明到这之后 至少多头开始反抗了 多头开始反抗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吗 但你也不能难为多头 说多头你今天就给我拉上去 这个来个V型反转 恨不得这个 之前一根K线 把前面的阴线全部包掉 这不现实 你是多头 你也不会去干这种事情 四两拨现金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多头有抵抗 一定是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 对于接下来的方面 是值得去进去去看一看的 那超级反弹这块 还可以去抓 对 今天带来什么好的方法 市场有风险有机会 咱们来去看一下 确实之前的这个调整 包括创业版的 今天的这个调整 让很多朋友们没有信心 但是朋友们 创业版指数 这张K线都放在这里 每当出现这种 大级别的阴线 大级别的阴线 大级别的阴线之后 它第二天往往是 十字星 也就是说 在单根K线 跌幅过大之后 市场的情绪 就会有这样一个修复 那么咱们看 今天包括隔一个交易日的 之前周一的时候 这两根K线加到一起 这样的一个快速下跌 幅度也不小了 所以哪怕从技术上来说 就算它不在这儿说 完全止跌 它也会缓一缓 也会缓一缓的话 指数缓一缓 个股就有机会 然后再去看 市场的风险和机会 你怎么去看 四千多只股票 怎么可能是铁板一块 创业版有八百多个 主板有一二千个 这里面去看 食品饮料板块 它们上半年走势很强势 它们最近就连续调整 生物疫苗也是如此 生猪养殖也是如此 所以这些在过去半年 甚至过去一年 涨是很强的 它们调整 当然有理由调整 你涨了一年 涨了大半年 你涨的空间很大 那么咱们去看一看 所释放出来的这种 包括创业版的这样一些风险 短期的一些股票 为什么今天跌的很多 那是因为它短期涨的很多 所以不管是创业版 这块的风险释放 还是主板 还是篮球的释放 一定是涨高了 有获利空间了 你不碰这些不就行了吗 所以如果指数后续反弹的话 超级反弹的最佳的 实质区间在哪里 如何判断反弹的启动信号 以及反弹确定后 如何寻找买点 这三个问题我这里提出来 我不是给大家提问的 我是给你们解决方案的 这三个问题咱们放在这 如果你也有困惑的话 我们有解决方案 中小市值超级反弹 精选名单 我们这样的一个资料里面 今天是即讲方法 我又给你举例子 让你更好的体会 这样的一个方法 首先给一个简单标准 市值50到100亿的 它不是完全题材概念 它是有点东西的 然后在这个信号上来说 横盘相体末端堆量 这个技术信号非常重要 一会我会具体去举例说 什么叫末端堆量 然后这个买点 在回踩关键均线 回踩箱体的时候 是一个买点 我也会跟大家去讲 咱们来先看一看 之前的一些例子 咱们之前提到过的 咱们资料上也聊到过的 这是一个横盘 原先的下跌转为横盘了 蓝色和红色的 分别是13和21天均线 这是我的均线系统 然后再去看细节 它突破箱体 底部堆量 咱们专门圈出来了 底部堆量 量突然放出来 和之前不一样的 然后它回踩均线 看到没 我把这个图放大 它回踩均线 这个时候 刚好也是回踩了 之前的箱体 然后后续都是 加速起来 所以你要找的是 这样的实际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 这样的例子 横盘箱体放在这里 然后看一看 底部堆量 但这个时候 它已经远离均线 不能买 这是没有买点的 买入时机在那里 回踩均线 缩量回踩下来 双均线 十三二十一天均线 这个区间 既然之前能支撑 能启动趋势 那么这里 再次值得去留意 而且已经调整一段时间了 这个时候 你觉得 这个调整下来有风险 但其实已经止跌了 后续走势如何 看一看这个走势 所以你回头去看 如果在它涨起来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去追高 然后回踩均线 这个时候 对你意味着很大的损失 你不好拿得住 但如果它回踩均线的时候 你再开始关注 那么后面的这个机会 就是你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份资料 对各位就很有必要 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我们具体看看这个方法 以及我们在这个方法中 跟大家举的这三个上市公司 相关股票可以限度的 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很重要的 一定是市值合理的 50到100亿的 然后箱体末端 完成堆量的 然后回踩均线 出现买点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例子里面的 例子一 对吧 它之前的横盘箱体 然后量放出来 然后双均线 然后回踩均线 在这个时候 在接下来如果回踩均线的时候 就是一个时机 那么大家记住 要回踩均线 不要去 你说追高 追高 当下市场有风险的 这样的一个名单里 另外两个 也是这样的一个举例 一定是市值合理 刚才说过了 50到100亿的 然后箱体横盘的末端 完成堆量 然后它回踩均线 出现买点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方法 提供给大家 应对当下的市场 很恰当 而且我们举了三个相关的例子 大家如果想看 具体例子是什么 以及方法的一些细节 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具体了解到 市场现在应对 是有方法的 就这样 好 那这一份名单 如果您感兴趣 可以通过 扫码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去领取 那数字货币这个板块 王老师 还收盘的时候 数字货币板块 受消息刺激 开始拉升 这一块 您的最新观点是什么 对于数字货币来说 可以持续的关注 这是一个科技这一块 很有料的一个题材 值得去看 首先咱们去看一看 区块链数字货币这一块 这俩其实合到一起的 那么汇金今天到尾盘 它还是稳稳的封住 它20%的这样一个涨停 这说明了市场资金的 这样一个信心 那么为什么要去说 它能持续的去看 里面有机会呢 因为一个好的题材 是源源不断 持续的有消息 不断发酵的 其实市场短炒资金 它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炒一段 好像没消息了 啪又来一个消息 这时候人的目光又等待了 它才不够这样一个思路 今天其实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